粉丝朋友开一辆标志508过来找我换变速箱油 今天再次用这辆车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是怎么更换自动变速箱油的 这辆车啊行驶公里数有8万多公里 已经到了换油的地步了 这辆车用的是爱信六速自动变速箱 出厂的时候厂家装的油差不多有7.5升左右 那么咱们换油也只需要更换7.5升 不到8升油就可以了 这辆车的油底壳是在侧边 所以说咱们不用拆卸油底壳 只需要拆卸放油螺栓就能放出旧油 首先拆卸这颗小螺丝 这个小螺丝呢是用来检查油味用的 拆卸了小螺丝 还需要把这颗大的螺丝拆掉 才能把里面的油放干净 看看这个机油桶里面 接了两升多一点点 如果说是重力换油的话 就只能放出两升左右 重点的一步来了 现在我拆掉这个变速箱油的散热器 就是这个圆圆的这个东西 三颗螺丝固定的 拆掉之后能看到两个油道 对应的是散热器的两个油道 它们俩一进一戳 靠这两根水管来给变速箱油 进行散热 把新的变速箱油 倒在这个加注器里面 看新的这个颜色是红红的 这个旧油的颜色是黑黑的 这个变速箱油是客户自带的油 下面我们开始从这个放油孔 往里面加油 这个既是放油孔 也是加油孔 加完油直接打着火 利用变速箱内部的压力 把剩余五升旧油全部排出来 照样的话放得很干净啊 而且还不需要用循环机 不浪费油也不浪费钱 等到这边排出来的油 差不多干净之后啊 就可以了 最后装上变速箱油散热器 在打着火的状态下 这个小孔有油流出来 就代表油够了 没有油流出来的话 就说明变速箱油不够 还得往里加 换完变速箱油 咱们试一下车 明显感觉比以前开起来要舒服多了 因为它的换挡更积极了 油门变得轻快了许多 所以你们看懂了吗 我换变速箱油啊 就是这么简单 像这个车客户自带的 8升变速箱油加上工时费 还不到800块钱 你们觉得划算吗 我看起来是不够的 什么时候 你们看起来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我看起来有些扣下的